王蒂宇 我知道陳日生的媽媽 每天都看你的節目 他一直都跟我在電話聯絡 他透過他跟那個魔術師聯絡 包含他們傳 陳日生其實他在裡面編制是船員 所以我們還因為他這樣聯絡 因為已經聯絡過 我現在可以講就是 請船公司要同意船員 中華民國級的船員 要跟著我們的包機回來 那我後來得到消息是 船公司首肯 可是因為他們不是開船的 你這個船員都跑光了 這艘船也麻煩 所以有這個staff有三個 有兩個是船員 那陳日生表演者也叫做船員 現在在今天在處理這一塊 船員要跟著回來 那我對我們的疾病管制局 我們的衛福部跟我們的防疫人員 機上的檢驗各方面 我覺得我們是有信心 現在單線是日本 日本那個其實破了很多個洞 那破了很多很多個洞 所以他的人說沒問題 送上來之後 美國發現14個 那14個是本來說沒問題的 是 飛機坐回美國就變成14個卷診 好快耶 那還好有間隔有幹嘛 如果全部他們坐在那個機艙裡面 飛十幾個小時 或像那個 中國要飛回來台灣兩三個小時 那跟他一起坐那個飛機 撤出來的台商 比躲在中國還危險 所以你用我們在處理 鑽石公主化這種國際上 大家用沒有人會去討論政治 都在討論怎麼樣比較安全的狀況下 那其中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白排車這個事件 台灣已經有四個雷區走過兩個了 一開始小軍有提到一個 過年的時候誰知道有武漢肺炎 因為習近平連自己的國人都騙 他連自己的國人都騙 所以在過年前十天 飛機飛回台灣過年有多少人 那些如果帶來的社區傳染的話 應該十四天內都曝光了 目前為止平安 第二個炸彈 第二顆地雷是鑽石公主號 二月一號發現確診 他是一月三十一號停靠基隆港 然後三千多個人 四十多台機車跑五十一個景點 我們一直從一月三十四 要算到哪裡 情人節到的那一天 零點平安 第三顆雷區就是這個白排車 他從這個二月份 他從一月二十四 開始苦苦掃 然後中間他一直拖到二月初去看病 那他這時候應該都有傳染性 所以從他近隔離開始算起 到現在十七號吧 因為二月四到十七號 是一個關鍵點 就是今天 然後另外威斯特丹號 這個我是覺得 威斯特丹號前兩天 還在台東外海漂流 你知道 因為泰國同意讓他停 他已經漂很久了 後來泰國的副總理 用推特直接講 我不讓你進來 他就在那邊漂 也不知道往北走 還往南走 後來寒先政府 柬埔寨說回來 所以他一路港 確定都沒有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一個 總理要去那邊 一個一個握手擁抱 要表演 這樣握一握握一握 有一個八十幾歲的 美籍老太太確診了 而他這條船在二月四號停在高雄港 有一批人走路去柏二 有三十幾台遊覽車載他們去附近觀光 二月四號加十四天到現在 也是今天二月十七 這四個雷區都不是歸因我們防疫做得不好 也不是歸因我們哪裡輸 不是 它就發生了 那這個發生的話 現在只能聽最後的結果